大家好,我是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我们都在幻季的时候,常常会容易感冒的, 很多容易流鼻涕,咳嗽不止,喉咙总是有咳不完的痰。 中医讲,痰多生百病,痰在哪里就哪里生病。 比如痰在肺止咳,在心则静,在肾则冷,在肠则泻,在头则炫。 痰作为人体内的一种病理性的产物,也是一种痴病的物质。 很多疑难杂症的根源都在于痰的。 那痰多该怎么办呢? 如果你舌胎厚腻,肢体困重,嗓子还总是感觉有痰。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名方,化掉全身之痰。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我们先来准备一颗苹果。 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。 肉质特别的细腻香甜,有着特别丰富的营养价值。 苹果具有解渴,润肺又止渴的作用。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,可以改善口渴。 或者运动之后,我们在食用苹果能够很好的解渴作用。 并且苹果中含有糖分,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补充能量,缓解疲劳。 并且苹果能够止渴化痰,对咽喉有特别好的养护作用。 肺热或者是肺燥所致的咳嗽,咽干,口渴等症状都有一定的缓解效果。 我们先把苹果清洗干净。 洗苹果的时候,加入一勺湿盐洗,再一点小苏打。 湿盐具有特别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。 小苏打能够去除苹果汉的残留的农药。 加入盐和小苹打洗的苹果特别的干净。 很多朋友吃苹果的时候都需要去掉外皮的,其实这是错误的。 苹果皮具有很高的颜氧价值,能够起到清热润肺的功效。 而且有助于降低体能的虚火,缓解因上火导致的喉咙肝痛,头痛头晕等现象,并且还能够降火生津。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吃苹果的时候不要去掉外皮的。 只需要用盐小苏打清洗干净就可以食用了。 苹果皮和果肉一起吃,能达到更好的养生效果。 我们可以多洗两遍,再换两遍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苹果、腥凉、入肺,有生津、润肺、清润化碳的作用。 苹果可以治疗干咳、口渴、便秘、咳嗽等症状。 煮过后的苹果能够很好地预防风湿和关节炎,还能够消除体内的有害物质,达到妨碍抗癌的作用。 而且苹果的水分特别的多,它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,能够美白皮肤,并且丰富的汁水和润肺的特性。 能够驱赶干燥,可以促进便秘,使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。 而且苹果中富含特别丰富的果糖,容易被人体吸收,可以提供能量的,使人体精力充沛。 接下来准备一把枸杞,枸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滋补佳品。 枸杞能够滋补肝肾,易经明目,养血,能够增强人们的免疫力,对脂肪肝,糖尿病患者,有特别好的辅助治疗作用。 而且枸杞还可以美容养颜,延缓衰老,可以提高皮肤吸收养分的能力, 能够起到美白的作用。 而且枸杞可以对抗自有机的过氧化,减轻自有机过氧化损伤, 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,延长寿命。 研究表明了,枸杞中含有多糖,枸杞中含有提高呼吸道抗病能力的胡萝卜素, 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,具有维持上皮组织,正常生长分化的功能。 含量充分的时候可以预防鼻咽喉和其他呼吸道感染,提高呼吸道的抗病能力。 我们清洗枸杞的时候,加入一勺面粉洗,张写的枸杞特别的干净, 因为枸杞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,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。 加入面粉可以把枸杞沟壳里面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,张写的枸杞特别的干净。 再准备两颗沉痞,我们把沉痞扳扳成小半,沉痞能够离气健脾,造势化痰, 是去痰的高手,也被称为是身体的清道夫。 沉痞能够健脾去痴,造势又化痰。 很多人认为,沉痞主要用于化痰,其实这是误解了沉痞。 沉痞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能够健脾行气。 沉痞为什么能够健脾呢? 因为沉痞性质有些温,而痞就是喜欢温,绝不能凉大。 痞的温则晕,所以沉痞能够温痞,让痞运健起来。 另外沉痞还有一个特效,它有一股特别的芳香味, 这种芳香味能够化作。 凡是芳香的东西,都能够叫做形痞味。 痞味一旦从慵懒中醒来,它就会卖力地干活。 只要脾胃运健起来,积攒在我们身体的痰湿,还蛮容易被清除掉啦。 沉痞最好选择五年以上的沉痞,这样的沉痞要用价子会更高大。 沉痞除了健脾、刑气、化痰以外,还可以保护心脑血管,使心脏输作能力增强,抗动脉硬化,降低血压。 再准备半克罗汉果,把罗汉果拌成小瓣,这能激发出作用和香味的。 罗汉果腥味干凉,可以清热润肺,沥烟开阴,滑肠通便,泡茶水饮用,有化痰的滋效,还有降血压,降血脂功效。 接下来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中,加入800毫升的清水,中小火焖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这做视频不容易,请您欢迎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谢谢大家。 时间到已经焖煮好了,再把枸杞倒入锅中。 枸杞不要煮的时间太长啦,煮两分钟就可以啦。 这道苹果橙皮汤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。 其中是在搭配到一起,不仅可以礼器、健脾去湿,还可以化痰解育, 加入枸杞能够帮助养肝,滋胜润肺,到了秋冬季, 经常喝一喝这道苹果汤,对生人的好处是很多的。 秋天、冬天天气特别的干燥,这个时候煮上一碗赵赵汤来喝,能够补充水分。 滋润、红浓,可以很好地预防秋天给我们带来的干燥。 能够生津润燥,清热化痰。 秋冬天就想来喝一喝,对我们身体的好处真的是很多的。 喜欢喝啥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,家人朋友们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请你帮我点赞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。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